在这边我要教大家怎样快速的重整数和整小数 在我讲解之前我们先背这三个构决 就是2倍5 4倍25 还有8倍125 然后为什么这样配呢 因为我2乘5会是等于10 然后我4乘以25会是等于100 然后8乘以125会是等于1000 然后4其实是2乘2 然后25是5乘5 2乘50 2乘50 然后乘起来是100 然后8是2乘2乘2 125是5乘5乘5 然后2乘50 2乘50 2乘50 所以它这样的情况之下会变成1000 所以我的2倍5的时候呢 我有1分之1其实是0.5 然后我的1分之1其实是0.2 然后2分之2是0.4 然后3分之3 0.6 然后还有4分之4等于0.8 还有5分之5等于1 其实这个都是2的 倍数2 4 6 8 OK 然后过后呢 适配25的时候呢 我的4分之1是0.25 然后4分之2 其实是2分之1也等于0.5 然后4分之3呢 是0.75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是0.50 OK 然后我的25分之1呢 其实是0.04 然后25分之2是0.0 然后25分之3等于0.12 然后8分之1呢 会是0.12 然后8分之2等于4分之1 等于0.25 然后8分之3等于0.375 然后8分之4等于0.5 然后8分之5等于0.625 然后8分之6等于4分之3等于0.75 然后8分之5等于8分之1 然后它是125的那一个倍数 125 0 3 7 5 5 6 6 6 5 7 5 0 然后8 7 5 1千 然后这一个是25 50 75 然后当然还有4分之4 会是等于1 所以在小学的时候 我们其实只是要换10以内的 那个分数乘小数 所以你把这一个全部备完的情况之下 你的分数换小数就能够很快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